雖然他沒有說交易額,那他淘寶天貓,他說正真獎,精東說創新高,那你又不信 你沒理由不信他,你看他的股票,那公司跟你說,我交易額創新高,你沒理由不信 反而你看到很多Bomberg也好,或者外媒那些,他有做一些research,說那些今年雙售大家不買東西 我覺得這些,我自己就不信,反而我會相信淘寶天貓說的數據 我只說一件事,你只看小米,小米賣了145萬部,小米14那個,我想這條數不會是假的 小米他都有說的,這條數你在這裏的話,很多商品真的有賣 好像你說,小米自己都說,他說全渠道支付雙11個突破224億人民幣 他是真是新高中的新高,歷年大促銷的紀錄 那這個其中一間公司是這樣的,那你沒理由相信一個調查的 那我覺得是OK的,我相信這次應該是新高,新高跟你賺不賺錢呢 我覺得就,兩回事先,首先我要澄清一件事 我相信這個數據是有機會創新高的,但是賺不賺錢呢 又是一回事,因為有可能他把東西買得很便宜很便宜 那你買了下去,可能肚肚的數字賺,但可能有些東西他借本來買也好 或者是毛利率低到可能幾個百分比都有,我覺得這個有機會 但是我覺得純以一個電商的角度,我覺得是阿里可以繼續看的 而且他接下來都出過業績了,那我覺得 我自己反而都是,其實我覺得這箱十一這些,我自己就沒有什麼看的 我現在反而都是看他的那個阿里雲那一塊東西 還有有沒有什麼新的更新的分拆那邊可以給大家 9988就持續這樣跟進,但是假設沒有貨的觀眾 你建議他們即前部署好些,一定即後去部署的比較好 我一向都覺得80元這個位置很便宜 80元就OK啦,都是看價做人啦 嗯,是的 好啦,再說到1024,因為看到雙十一的訂單量都增加近五成 992雙十一的銷售額都突破了70億人民幣,但這兩隻是不是你的心意呢 嗯,我不算太熟悉了,就不碰住了 是咯,你好像Cavin你都說啦 即是你沒理由很多人都會在那裏 我見到啦,有些討論區都在那裏不斷說 可能外媒報導,因為他是那個Research 那個調查說七成多人不買東西嘛 喂,但這些快手又說過 那就,拼多多又說過 那沒理由你相信那些,不相信那些 這些那麼多間公司全部做假嗎 難道,那就,怎樣快手我自己就 那我還沒看,第一我想等他的業績啦 第二樣東西,他始終呢 他前排是無緣無故跌了三成 就是無緣無故自己一個這樣跌下來 在其他沒有跌的情況之下 那我自己,和Cicus那裡有轉軟 那我會在這些位置呢,我會小心一點的 我不會碰住的,因為始終騰上出業績啦 騰上出業績,快手和拼多多都有機會 當然他完全是沒有任何的聲氣的 那大家都知道我一向投資都比較保守一點 我會想很多東西的 那我未必會在騰訊出業績之前去電這些 我寧願騰訊出完業績之後 快手出完業績之後 如果他真的上得回62那些 range 那我就再炒過了 我覺得不需要急的,那現在那麼多東西炒 就是整個車道 然後再炒睡了 然後再炒睡了